什么事让市府员工这么开心 能提早收工下班 全场欢声雷动 放假还得跟着科皮 嗡嗡嗡 首长们真的累了 有一点完全没改变 就是没休闲 所以我今天结语 可能会提议他们要有强制休假 我觉得每天都睡不饱的样子 连柯文哲都快撑不下去 尤其这个时候 千万别再让他不开心 首先我们恭喜柯市长为我们支持 以后不要讲什么工钱 他们很奇怪 他们叫什么工 比如说吴博小叫博工 经典家话再添一句 幕僚可得好好记 卫生局更大动作搬出科与路 让全场人败毒 却被解读是在拍马屁 需要拍他的马屁 但是我要知道他的想法 柯市长讲了一些话 所以我平常就有把它写起来 那我就称之为以路 会把市长讲过的话 让同仁参考或者说遵循 我不晓得 反正我都还没看到 等下看再讲 首长难得聚会 却编成科神的造神运动 这科与路上写得奇怪耶 柯文哲恐怕又要再脱口而出 记得交过风 李佩山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刚才我们听到柯P的罗姬说 他觉得这不叫做拍马屁 他说这还蛮好的 这就是我的概念 还说这会与时俱进 算不算马屁 我们待会来问现场来宾 我们来看看 这科与路 其实应该说 这只是科与路的截路 他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包括这个企业文化 说要诚实互信 崇尚朴实 追求信之团队精神等等 那么公仆三要素 那么主动速度良心 特别速度 大家感受特别的深刻 这个柯P就是快人快语 那么也说面对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快速念一下 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凡事不以个案来处理 改变首都 从文化开始 那么这个世界 不是强的打败弱的 而是快的打败慢的 他都说过 天下无功 唯快不破 那么还有这句 也是非常经典的 就是包括错误的政策 这个决策比贪污还可怕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吗 还有reset重新思考 我们再看到下一张科语录 继续给他看下去 那么也包括了 他说这个公务员 要为人民服务 这个work smart not work heart 但是现在发现 大家天天都是在 嗡嗡嗡 这个不但是smart 而且是大家是 这个工作非常的努力 那么凡事到 SOP的标准流程 那么这一句大家都会背了 你们只能够骗我一次 一旦被我发现你就完了 还有应该还有加一句试试看吧 你给我试试看吧 人生都是意外 方向对了 慢慢走一定会到 那边也有包括专业问题 专业解决聚安思维 还有这句大家都很熟的奇怪 听起来怪怪的 他在讲的时候 就旁边就寄室问他说 那你说这个奇怪的怪怪的 也有他意义吗 他就说对啊 怪怪的不就是应该要拿出来吗 这代表有问题吗 也包括这边 我们看到语录6 他说这是问题吗 如果是要如何解决 那么最后一句 是大家在等着看 有没有可能 八年之内超越新加坡 杰明这样的语录你怎么看 其实媒体上面 针对这件事情 我有稍微看一下 这是在联合报 特别有谈到这个事情 那么联合报是说 这是卫生局长黄世杰整理的 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 他们台北市政府 他们彼此要来做个 内部的教育训练 那么这教育训练的正巧 就是由黄世杰 黄世杰谁呢 黄世杰其实是柯文哲的老师 那我其实旁边就画一条线 叫造神 就是早上节评看资料 想说这个真的有点像造神 把这柯语拿进来呢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蓝绿议员 蓝跟绿都有 他就是批 这根本就是马屁文化 我仔细看马屁文化 我就吓掉 因为柯P是最讨厌马屁文化 他到底说不是 对 等我说完 那就像薄公 他就不喜欢讲薄公 这几个字不是吗 那为什么下面讲这句话说 这个没有任何意见 我仔细拜读一下蓝绿预言怎么讲 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赢 就是因为由下而上 来自年轻力道 把他往上走 这个拉抬的 那你如果柯宇录就是由上往下 没做这些条文式的内容 他就觉得你由上往下 这个就觉得很奇怪 韦年 那他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也很奇怪呢 我想一个连公顷都不喜欢的的市长 我想应该也不应该会允许他的这个同仁 去把他说过的话 然后集结成册 然后还印出来给所有人来看 而且那里面有看起来有些根本 是因为他说 比如说什么说话算话 yes or not just do it 那个刘文雄来讲的话就没有敢 我确定 可是他讲话就变科语录 我确定第三句是宋楚瑜讲过 而且那里面很多也是别人讲过了 那我觉得更可疑的是说 他没有把他其他的科语录放进去 比如说什么给那个破铜烂铁的 卖一些钱 妻子有化妆 对啊 就是那人家的怀表 那他也说过什么妻子有化妆就还能看 什么殖民越久越高级 蔡林不是很久了吗 像这种是不是也要拿入可语录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你要去了解市长讲什么话 去判读说这个市长的领导风格 这个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角度的问题 可是相对的 其实我们也担心说 你这样会不会有一点过度的个人崇拜 然后最后变成说 这会会有一个毛病出来 就是大家都都认同说 市长讲的话这样是对的 结果到后来变成怎么样 集体思维会落入一个窘境 我们最担心的集体错误 所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 其实对柯政文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等于说你没有其他声音跟其他思维的存在 所以我是觉得柯P对于这样的事情 除非他今天收集是他所有讲过不管好的不好的 全部都拿出来 然后大家来看说你看市长哪些讲的是不错的 哪些讲的是我们觉得这个也是被检讨的 他自己也承认他说错话 然后他说只要我说错了我知道能改就好了 所以相对的也应该让你所有市府的团队知道说 我哪些说的是对的 哪些说的是被社会上所批评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柯宇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里面收集的全部都是他讲过 其实有些也是别人讲过的 然后变成是他的一个标语跟口号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对柯宇陆来讲是不好的 而且长期来讲我很担心他会落入集体思维的毛病 然后大家都认为只要柯P讲的就是对的 你想的就是对的 你要做的都是对的 那现在才三个月 如果未来六个月一年 那不是更严重吗 在这里特别提醒柯P 我觉得其实刚刚讲到江委员讲到集体思维的毛病 大家记得过去有什么个人崇拜的东西 如果这不叫马屁什么叫马屁 我真的是非常很诚恳的说 过去大家看到威权时代毛雨露 毛泽东会觉得那本毛雨露是个人崇拜是不好 是马屁吗 蒋介石会觉得蒋总统加严路是不好的吗 同样的 我觉得其实柯P要用更快阔的心胸来看 我觉得其实刚刚主持人您刚刚提到说 天下无功为快不破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这个就是马屁不穿 当你的坐下属人说怎么吹捧怎么样 说上面觉得桃桃然 这没什么不好的啊 这是标准 所以我真的觉得忠言逆耳 这个东西对于这种个人崇拜 而且刚刚提到那些柯雨露 有些东西你应该讲人生是意外 废话还要你提 人生本意外 这东西都不需要讲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尤其卫生 这个东西咱们讲就算要去拍马屁 那也是严考会的事情 你卫生局你插什么花 卫生局关你卫生局什么事情 你卫生局就管好台北市民的卫生 把这个东西健康状况做好 这才是这柯雨露需要你去做 尤其卫生局长是科毕以前的老师 也是他的上司 是台湾医院副院长 科毕以前是他的主任 你这个终于做这个东西 我真的想不到其中的 中间的一个逻辑在哪里 百思不得其解啦 其实卫生局长在这个时候 做这个动作觉得相当的不妥 如果那一天真的是个言习 我们要问 现在日本不是有辐射食品进来吗 卫生局做了什么 我去查一下卫生局的网站 他竟然叫这些民众 说去对着一些产地的编号 然后自己上网去查 这就是卫生局现在做的事 你应该对现在我们食安的问题 那柯文哲他当食安小组的召集人 对这一件食安的事做了什么 我一直在看啊 没有做什么 那你今天进来整理这个柯雨露 结果柯文哲他的回应是什么 柯文哲是说 这个也让同仁比较容易了解我的想法 而且柯雨露一直在变 我都觉得回到什么毛雨露 什么什么那个蒋我们什么所谓的蒋公 我讲不出来那些家园路 我觉得这个文化真的是要来做一个改变 不要到最后真的变成一个军机处 变成一个正的文化 到最后变成一堂和气 大家一起拍马屁 这样就不对了 碰到马屁大家都会晕 也包括柯P嘛 特别他今天才说不要讲公顷 那算是封建时代多话 用这个柯雨露出来比讲公顷还要严重 还要严重 那另外我再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之前郝龙斌 郝龙斌他多么严重 郝龙斌这一本叫做客家文化杂志 那个时候他用客家文化杂志 来叫大家做什么拜伯公 伯公是什么吴伯雄 为了这个他还发了叫做客从伯公 结果那一天 这一个杂志这个照片 原本是用所谓的郝龙斌十大建设 他说这个照片是错的 要换成吴伯雄的照片 结果这里就要教大家 伯公最亲近的神明是上一页 下一页这边是吴伯雄 这边是长青庙的大伯公 大伯公叫做客家人的土地公 这边说叫大家客从伯公 就是这样来拍马屁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 这种柯语录不适宜 说由这些市府的相关局处的官员 做你们该做的事吧 不要拍马屁 其实就像是我们讲了 如果柯市长 你真的是有足够的自觉的话 你底下人这样拍马屁 你应该要制止这样的文化 你不要说这个是与时俱进的 我也听不太下去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柯P那时候去办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 我说柯P你现在是当红炸子机 你讲的话随便就上报纸的头版 然后你出去麦克风都簇拥着你 感觉真好 但我跟他说 我说台湾的政治消费有多快 五年 你注意看 很少人政治能物能够 傲得过五年 我说马银九当年当红的时候 对不对 把运动员讲成动物员 总统你累了吗 对不对 逛了几年号 好可爱喔 路龙 路火多里头的毛 大家隐为笑谈 就是这个样子 名义是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今天你柯P让我们大家就很喜欢 是说觉得说你白目白目的 可是你白目的很诚实 你白目的很自然 你甚至有时候你会自嘲自己 那比起很多政治人物的很多的修饰 很多的身段 柯P写的还看起来是清新的 可是如果当有一天 你底下人 而且那个人还曾经是你的老师 写个柯语录 你还觉得感觉良好的时候 大家怎么想 我一直记得那时候柯文哲 他写过一篇文章 其实让我蛮感动的 我记得那时候是赵介明的案子的时候 他自己也跟我讲 他说我们居然在全市面前挨了身子 他说这件事情 赵介明那时候不是有台开的内线交易案吗 他说你稀奇怪赵介明 为什么不是去问台大 为什么赵介明可以破格 这么年轻就拿到这个位置 是我们在全市面前挨了身子 所以柯P当你在看别人的时候 你有那样的睿智 你对你自己的时候 你有没有同样的睿智来看待 那今天如果说你还是很甘之无疑的话 那坦白讲我必须要讲 可能这个就是变成你要圣极而衰的一个开始 我不是在唱衰 我是讲真的 马鞭球我们过去对堂批评他什么 从镜子里头找人 他喜欢找同职性的人 我觉得柯P没有这个问题 这方面我很放心他 但是如果有个同样的特点都是喜欢听好听的话的话 尤其我要很严肃的讲 我也希望所有爱护柯P 或者说爱护台湾这块土地的同胞们来讲 我觉得台湾现在有个我有点忧心的现象 从扁神到马神 我们还有一个柯神吗 大家爱柯P就是因为他的针吗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发现这样子哦 有时候在网路你批评一点柯P什么 就不行 马上铺天盖地 你的箭就射过来了 可是台湾人你要这样子吗 你如果爱护柯P 爱护这块土地 你愿意再重蹈这样子的复彻吗 那柯P我也很严肃的来讲 因为我从柯P讲到什么军机处镇 他上次包括那时候MG149 那时候人家就说 有人就说这就是一个 很喜欢在自己能够管控的领域里头 满足小小自己权利益的人的白目行为 当初他的幕僚 对有人讲过这样子的话 所以如果当初你小小的世界 是一个台大的急诊室 重症医学部 现在变成大大的北市府 现在是个大大的北市府 下面有八万的员工 你要有多少的自觉 来警惕你自己 那我也希望所有爱护台湾 爱护柯P的人士 如果你们觉得是不对的 我们就是很诚实的 讲出我们的证言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台湾才会进步 我一个对柯P友善的解释 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错是他老是犯的 所以我也尊世重道 他只好替他老师语言 替他老师语言 你凹得太厉害了 我觉得马屁就是马屁 不是说拍对人的就比较香 马屁臭的就是臭的 而且卫生局长说这些马屁话 我觉得很不卫生 另外一个比较伤脑筋的事 你看那个地方 那个叫公训中心 公务人员训练中心 我认为那叫公务人员休闲中心 你看过去都上哪些课 插花 画画 学日语 绘画都搞这些东西 现在公务人员 尤其台北市政府公务人员 其实不缺训练 不缺债教育 缺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他们局处之间横向的沟通 横向的沟通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 南门市场两年前花了一亿六千万 把南门市场整修 整修好了以后到现在 现在重新规划说两件事情 一个说南门市场那一栋楼是海沙屋 而且第二点 我们那个万大站 捷运万大站 那个站要设在那里 南门站要设在南门市场 竟然当初两年前编一亿六预算的市场处 跟这个要做捷运的捷运局 规划的捷运局要做万大站 没有横向沟通 而且更糟糕 一亿六要花之前 竟然没有去鉴定这个建筑物的安全度 怎样 你看看 最起码的你市场处 公务局跟捷运局这种横向的联系 很重要 不要再搞那种叫去工训中心 然后找首长找市长来 现在当红请他来讲讲话 那平常没事的时候 大家去那边度假 上那种插花课 不要这样 不要再浪费人民的血汗钱 也不要浪费这些公务人员 他们的精神跟他们放假的日子 不要用这些虚伪的东西 那我认为这些话 马屁就是马屁 那么柯P就应该 他自己应该率先跳出来 拒绝这样子的马屁文化 而且他这些话 我们先说一下 其实世间议员刚才讲的话 其实柯P可能 柯医生 柯市长应该要听进去 因为毕竟在过去所犯的错误 就是横向的一个就是沟通出的问题 但是或许柯P想了一件事 既然是首长 就希望熟悉柯宇璐 让柯宇璐所谓市长 在沟通一个要件 也许会这样 可是我们来看这个内容是蛮有趣 因为我们刚才从第一段到第三段 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是柯文哲求变 所以他希望透过他的柯宇璐 来改变过去的马好文化 当然希望不要成是马屁文化 但是有趣的内容 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的就是 马总统跟柯文哲 到底有什么差异性 那么杰明其实整理的几个报纸 都发现到共同的一个内容 请注意我有打勾 那么这部分 其实整个马总统强调是专业分工 所以马总统强调的事情是 下面有专业 我交给专业处理 但是柯P讲到的事情是什么 200亿的案子 一个市长不注意 那要注意什么呢 你看到这两个逻辑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柯市长跟马市长 是不是鸡同鸭讲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马柯市长是不是想要从一种逻辑 包含这个首长的脑袋全部转怪 再看一次 马市长讲的叫做专业分工 但是不专业 但是柯市长说 这是200亿数百亿的事情 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吗 但问题来了 讲到这个数百亿的问题的时候 现在蓝营在干嘛 蓝营是连市长 连总统都瞧不出来 是不是对一个马屁的马市长 不是不是 追求专业的马市长 马总统之后 现在所有蓝营都封了 昏倒了 因为连总统在哪里都找不到 206总统在哪里 找不到 我们进会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